大家好, 歡迎回到在GAME嫌Game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隻, 可能很多人都在玩 聖鬥士星矢, 小宇宙幻想轉 Cosmos Fantasy, 寫明 就是聖鬥士三十周年 這個遊戲是Bandai推出的, 所以 它的劇情不是亂來的, 而且坊間很多遊戲 都用了一些很興奮的動漫 去推出這些轉珠遊戲, 但故事是亂來的 所以我第一件事很欣賞 當然是很熱血, 那個主題曲 還有呢, 我很欣賞他的劇情 譬如, 讓大家看看劇情 我好久沒看過聖鬥士, 忘記了劇情是怎樣的 你當然會儲了一堆豬, 一堆角色 我常常玩怪物彈珠, 說的角色不是珠, 只是儲了一堆聖鬥士 聖鬥士可以升一升, 升技能 所以這個遊戲是要用很多錢的 如果你完全課金, 非常難玩 那可以考慮有輕度課金 如果你... 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那你的角色會... 出一些被動技, 亦都有主動技 即是絕招的 那你在下面的角色的頭像 綠色就是他用血 黃色是他用絕招的巴 那如果你錯過絕招, 就可以出絕招了 那你都可以選不同的視點 A, B, B 近一點, 爽一點 那你都是自動戰鬥 自動戰鬥 那這個故事有小配音 那這一段呢 應該就是講到一輝還是壞人 有時候 嘩, 那就很快就死了 對了, 那我挺欣賞那些劇情的... 的翻譯, 其實挺好看的 那當...當溫故之身 再看下一次聖鬥士 那就可以抽蛋 抽蛋都要些錢的 那如果你有少少餘力 其實這個挺划算 買月卡A 那23元港幣呢 每日就有聖石三十顆 不, 聖石二百四十顆 三十日之後一個月就有七千二百顆 那有點新手爆 不過我已經過了新手的階段 沒得買了 那剛才的故事任務呢 除了一般模式 又有特級模式 特級模式 又難打一些 不過你可以拿到聖鬥士的小宇宙 那何謂聖鬥士的小宇宙呢 那就是它的碎片 例如我的黑色天馬 儲了二十顆聖片 那如果再打多五顆 它就可以... 就可以擁有這個角色 那如果你再儲多二十顆 就可以盡快到星星 星星呢原來是... 我開始以為是星星 才可以解鎖技能 原來不是的 星星只是加強它的能力 值的 那這些技能呢 就是... 就是... 根據它的... 這個角色的階級去... 去... 去定的 那這樣提升的角色的階級呢 那就是這些... 你見到這些... 它可以有些裝備 那些裝備 打普通的故事得回來 那如果你儲滿了一版 六個裝備呢 就可以升格 升格做同級呢 就會開第三招 升格到銀階呢 就會開第四招 那很有趣 會開出來的技能呢 有很多都比第一招的主動技 那所以最緊要是... 升級你的聖鬥士 那還有打到後期呢 打故事呢 打打關係呢 很難升級的聖鬥士 那就要吃這些藥水 因為要錢 那這些藥水呢 除了可以打這個... 每星期任務 限制任務 還可以在商店裡買的 那在商店裡有不同的東西買 例如那些黃金聖鬥士的小宇宙 聽說金牛載最厲害的坦克 我最厲害的聽說 那呢... 那... 又有些鬥技場 真的可以PVP 那我這隊是... 比較差的 如果同人PVP 通常都會輸 不過不要緊 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同人對戰是怎樣 他應該出兩個很厲害的聖鬥士 哦...三個 哇...他只有三個角色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 那在鬥技場裡面呢 就是自動出招了 沒得... 沒得選手動了 咦...打得贏 那打贏這個... 鬥技場呢 就可以... 有獎勵啦 其中一種獎勵就是 有些鬥技場去代幣 又是可以換一些道具啊 小宇宙那樣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小宇宙挑戰 那又是可以換代幣 這個呢... 你個人是補好小血的 所以可能有需要輪流換人 就鼓勵你出多 那看到我今天的人已經倒下了 只有一個 但是就鼓勵你 可以培養多一些性鬥士 我...我幾欣賞這些 因為... 有很多時候呢... 那些抽...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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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角色的遊戲呢... 那它是沒有... 沒有一個... incentive 沒有一個原動力 讓你去儲很多角色 好像很愚蠢 我經常都... 很花心啊 這個又升下 那個又升下 所以你看到我升了幾個呢 平均都有28級 但是這個模式要20級才可以打 所以我那個魔靈呢... 那都... 而且... 不知道大家剛才看的時候 有沒有留意 它... 那些角色呢... 打架的時候 出絕招的時候呢 是有得... 聽它的聲音 挺有趣的 挺熱血的 好... 這個就是聖鬥士 小宇宙幻想轉 那... 如果你... 我知道很多朋友還沒玩的 如果你心大心小 或者沒有遊戲玩的 不妨試試這個遊戲 那... 那... 這個遊戲可以貨得很厲害 你為了抽些黃金聖鬥士 可以用很多錢的 那... 那... 封劍遊人 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貨金 不要為了貨金就... 搞到... 賭錢落海 身敗名裂 前途盡失這樣 那...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按讚 和訂閱我的YouTube 和Facebook 那... 那... 下次回來再和大家 在Game & Game 拜拜